好 看到入閘的旗手準備揮紅旗 紅旗一揮就馬匹入閘了 紅旗一揮 安田紀念賽馬匹即將入閘了 這段時間都是東京競馬場的大賽期 近期日本打比那邊在跑 橡樹賽我們就傳播了 當時就在兩星期前 上個星期日本打的入場人數超厲害 結果賽果石破天驚 爆大冷 爆大冷 賓中進贏的今屆日本打比 他守著第二位 其實都差不多像大堂的跑法 追不到 追極都過不到 去到最後一步還是押著對手 看到參戰馬就開始入閘了 野田優企的汗塞都多了 看今次對著馬後的杏木 會不會的演出都是這麼厲害 這條馬跑了七次 贏過六次 唯一輸的一次是日本打比 就是去年 其實野田優企有點急 魔族瓦谷 波斯劍客 單數號碼入 當機立斷 櫻花帝王 聖木奧丁 還有野田優企 單數號碼入了 啟外航海應該是內蕩 然後雙數號碼入了 探球到底 菲瓦諾 白日瑞星 絕領之俠 冠軍車手 覺得很順利 馬後的杏木應該都入了 接著會 好 最外檔這部分 就是火之呼喚 來的 杏木入了 最合集的 火之呼喚 好 2019年的安田紀念賽 16匹馬入了集 隨時一步準備 一起步的時候 出得快點外檔 火之呼喚 中間的衣飾美食都快 魔族瓦谷在前面 內檔那邊有太空運石 接著出來的馬才是冠軍車手 還有中間的白日瑞星都不是慢 後些位置的馬才看到內檔那邊有櫻花帝王 然後再接著 杏木暫時在後些位置 和野田休憩都在後些位置 在前面反而探球到底先些 中間還有菲瓦諾 內檔那邊有啟外航海 暫時後些的馬就有醒目奧丁 還有絕領之俠 比較後些 還有波斯劍客暫時在尾 好 開始入彎的時候 前面帶頭都是太空運石 他比較快些 帶出了一個多馬位 追到上來第二位 看看是否這個魔族瓦谷 因為這個鏡頭暫時還未能交代 後些位置才看到還有火之呼喚 暫時首位第二位的位置是意識美食 附著第四位探球到底 在二碟的第四位 跟著馬才是冠軍車手 魔族瓦谷 逢了出去外檔的馬 還有當機立斷 杏木在當機立斷後面 外檔開始都騎了 看到野田休憩 開始逐步推進 前面帶頭還是太空運石 追著他還是意識美食 我當今上來 魔族瓦谷先發難 杏木暫時都挺後下 野田休憩打內反應都不好 最後200米的時候 前面帶頭還是太空運石 一直拍著意識美食 中間上來就是冠軍車手 外檔下目現在才踏著 和魔族瓦谷一起衝上來 前面太空運石還有很多手勢 追著他冠軍車手 外檔上來下目 他最第一名是冠軍車手 看來到了 第二名要拍照了 看看內檔的太空運石 還是外檔的行目 冠軍車手 結果成為今屆的安田紀念賽冠軍 看看可不可以同彩衣的馬 就包辦連贏位 都挺難追 行目在外面 而且他穿得很遲 可能第二名也沒有 他現在是 贏就五 冠軍車手 冠軍車手 結果這隻 讀賣杯的第四名 今天就 厲害了 把握到直路之後 那段路正正在前面 裡面有些太空運石 是讓他走進去 野田在家裡 全程走轉外諜 他一直在虧腳情 而且他衝進去也不好 他比較失望 但還是怎樣 冠軍車手 應該是今屆的安田紀念賽冠軍 福永由一 看看二、三、四名 第二名要拍照 就二號的太空運石和馬后 十四號的行目拍照 看看誰是第二 第四名也有很多馬 看看是意識美食 一或魔族瓦谷 或是內蘭 四號是白日瑞星 三隻馬 已經是第四 贏就五 冠軍車手 似乎還是太空運石 先些 第二看來是太空運石 第三才是行目 應該是 第四名 看看會不會還是意識美食 或者是白日瑞星 第四要拍的 四和六比較近些 要拍的 裡面是白日瑞星 中間意識美食 今屆日本安田紀念賽 是福永由一 冠軍車手 是黃金旅程的 黃金旅程當年在香港平贏過 跑一里 今天就挑戰成功的一級賽 馬後跑到三號的行目 看來 都是那件彩衣 不過另外一匹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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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